2021年的上半年已经慢慢的过去了 其实上半年的剧还是挺多的 而且口碑都还是很不错 一部剧里要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CP真的是少不了的 看看上半年那些最佳荧幕CP有哪些吧 谭松韵、钟翰良、体面夫妇在今年2月份播出的古装剧《景星似语》 让快要50岁的钟翰良再一次出演了古装剧 当时同为主角的谭松韵却比钟翰良小了16岁 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两人岁数相差太大了 会没有CP感 但是剧播出来以后两人简直配一脸 体面夫妇这个称号的来源却是因为两人一直没有同房 成婚以后姨主一直不着急圆房 最后观众们都着急了 景田、张冰冰景田一直被称作人红剧不红 但是今年播出的一部小成本网剧《思藤》却让他红了一把 在这部剧里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每一个场景据说都是真实拍摄 两人在这部剧里的CP感真的很强 戏外营业也是非常的有看透 观众都大呼原地结婚 苏晓彤、王子奇处于CP这部网剧的演员几乎都不认识 但是评分却一直在8分以上 足以证明只要用心制作 就算没有流量明星 居也会活的 这真的是今年以来 让我熬夜也要追下去的剧 虽然这部剧中两人的亲热系基本都是没有的 男女主角一直是在搞事业 但是还是甜惨了 据说还有第二季 不知道大家期待吗 迪丽热巴、吴磊歌笋夫妇在刚刚播出来的时候 一直被吐槽 热巴的造型太像男生了 但是后来是真香 虽然剧中的迪丽热巴比吴磊大七岁 但是没有一点违和感 以上四队 你最喜欢哪一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